外面,思辰帮沙发上的男人检查了一番之后,帮他重新挂好了点滴。 好了,没什么问题了。 丽北觉拧起了眉头,本来不想管的,想起之前那个女人担心焦急的样子,还是问了一句。 你怎么回事啊? 思辰把用过的针筒丢进了垃圾桶,一贯优雅贵公子式的笑容也没有了, 绷着脸,似乎不想提起,但是问的人是丽北觉,他沉默了片刻,还是说 没什么,我妈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什么,跑到这里来找了林安心,两个人发生了一点冲突。 思家虽然不如丽家那么有钱,但是绝对算得上是金字塔顶端的家族。 而且,思家在医疗领域成就很大,可以说和很多家族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 除了医疗方面,思家的产业还涉及了娱乐和地产。 像思辰,除了挂名是一个教授之外,手里还掌控着很多娱乐圈的资源。 据他所知,思辰家的人际关系比霍雷霆家好得多,但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思家的真正掌权人是思辰的父亲,不过,思家除了思辰之外,还有两个私生子在外面。 因为思辰母亲强势镇压,所以这两个私生子现在还没有曝光出来,也没有能够进入思家的公司。 不过,这其中一个私生子和他的母亲不是省油的灯,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哄得思辰的父亲学了医。 虽然没有进思家的公司,但是进了旗下的一家医院,因为在医学方面表现突出,很得思辰父亲的赏识。 思辰母亲这一边肯定不愿意思生子抢了属于思辰的东西,所以一直想让思辰找一个家世相当的妻子来稳固地位。 之前,思辰被烦得不行,再加上家里有钱,玩得比较花。 思辰母亲拿她没办法,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也就算了,想要等到她收心之后再说。 这一次突然跑到这里来找林安心,肯定是因为有人在她的耳边说了,思辰和林安心不只是玩玩而已, 是动了真心之类的话,才会沉不住气找上门来。 一来是教训林安心,二来是表明自己的态度。 丽北决不是没有见过这种事情,身在这个圈子里,她见了太多了类似的事情。 在没有遇到赤恩恩之前,她也认同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比谈感情强。 但是,在遇到了赤恩恩之后,全成了狗屁。 你打算怎么办? 男人和男人之间,不可能那么多的废话。 丽北决问得简单直接。 思辰眼底一闪而过的无奈,看向她,无可奈何地说。 我能怎么办?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以林安心的性格,不会同意做你的情人。 你要尽快地做出选择。 丽北决一针见血,思辰表情更加地无奈。 我知道她不会,她要是会,她就不是她了。 想当初,她能够瞒着自己在怀着孕的情况下甩了她,然后毅然决然地一个人去医院把孩子做了。 可见性格有多么的刚烈。 她知道这两年,林安心之所以愿意待在她的身边,不过是权益之计,被她用权势压着而已。 也许在这么久的相处之中,她对自己有所改观,但是就冲着这一次挨的耳光,那一点感情也被打没了。 刚刚一路上那个女人都没有跟她说话,到了这里却又主动地帮她隐瞒了赤恩恩。 以她的了解,那个女人恐怕在心里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甩了她了。 思辰从来没有这么头痛过。 以前从来只有女人担心她腻了的份,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她会担心某个女人腻了她? 估计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因果循环,林安心就是她的报应。 我妈那边,我会再跟她做思想工作。 北决,麻烦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 这几天,可不可以帮我照顾一下她? 今天片场有人用手机拍照,我需要一点时间把新闻压下来。 她顿了顿,还有,她脸上的伤还没有好之前,也不能见媒体,如果被人拍到了,对她影响不好。 丽北决还是头一次见她对一个女人这么上心,深邃的阴谋深不见底,腻了她一眼,居然没有拒绝。 既然你已经想好了,就早点搞定家里,不要偷偷拉拉。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能够想清楚,你能为她做到什么程度,你家里是绝对不会接受她的身份的。 新闻上的确经常有女明星嫁入豪门的消息,但是实际上,这一些报道出来的豪门,根本就算不上豪门。 在真正的豪门眼里面,那一些只能算是稍微有一点钱的爆发户而已。 真正的豪门,讲究的是门当户队。 像林安心这种情况,绝对是不可能嫁入私家,因为私家绝对不会允许有一个女明星的儿媳妇。 她要私臣想清楚和林安心在一起,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愿不愿意付出这些代价,值不值得付出代价? 如果想清楚了,还要执意和林安心在一起,那就态度强硬一点。 如果觉得不值得,那就趁早算了,对谁都好。 毕竟林安心是那个女人的朋友,林安心要是有什么,那个女人肯定是不会好受。 今天的事情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你不用指望你能够说服家里人,你自己想清楚。 思辰铭紧了嘴角,嗡了一声。 嗯,我会好好想想。 丽北爵没有再提了,她对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感兴趣。 今天之所以说了这么多,全都是因为耻恩恩。 该说的她都说了,其他的就看私臣怎么想了。 林安心就在度假村里住下来了,虽然不是和丽北爵他们住在同一栋别墅,但是她住的别墅就是挨着丽北爵他们住的这一边,所以有大把的时间待在一起。 吃恩恩怕她这几天的心情不好,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陪她身上,惹得丽北爵很是不满。 吃恩恩知道她在不满什么,不过,安心遇到这件事情,她作为朋友不可能当作不知道。 经过昨天一晚上,林安心的心情好像是彻底稳定下来,真的像她说的一样看看了似的,该干嘛干嘛。 隔天一大早就跑到了吃恩恩他们住的别墅里,邀请道。 恩恩,走,陪我去晒一个日光玉,我把泳衣都给你准备好了,款式绝对适合你。 日光玉?我不想去。 林安心挽住她的手臂,去吧去吧,我好不容易有时间休息,你就陪我晒一个吧。